今天我們要開始講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是 在最近幾年不大被重視的主題 但是我把它繞出來 還是想要講一講 這個主題是我在最近這幾年 每年在青少年心理學開始上課 學期開始之前 我都會給同學們做一個調查 請同學們用網路問卷填寫 他最想要在青少年心理學裡面 聽到的主題 而這個主題是常常被同學們忽略的 今天我們就要花時間 把這個主題撈出來講一講 開始講道德發展之前 我會先介紹兩個學者 Piaget是最早開始對道德 把道德這個議題 放在發展心理學的領域裡面 去談這個問題的人 我前面鋪了很多梗 比如說我在講認知發展的時候 我就說Piaget被尊稱為認知發展心理學之父 但是你如果真的看他的文獻的話 你會發現他其實也有關心社會發展這一塊 而且在我講同儕關係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說 Piaget對這個事情也有琢磨 他告訴我們說 因為同儕的關係是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不像父母與孩子 他們之間不是平行的關係 所以其實在同儕之間 因為他們的平衡 兩者平等的關係 所以孩子們可能更容易從同儕互動的經驗裡面 去得到很多的資訊 因為不是父母強壓 不是父母灌頂 而是說孩子們 別的孩子的feedback 可能就會對這個孩子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因為他相信這個經驗的 這個經驗值會覺得比較高 好 那鋪了這些梗 其實就是要告訴你 在Piaget的研究中 跟社會發展最有關的 他就是用社會認知的角度 去看道德這件事情 那Piaget曾經給小朋友 聽兩個不同的故事 然後去問小朋友說 你覺得哪一個孩子比較乖 哪一個孩子比較頑皮 哪個孩子他可能就是涉及了這個觸犯道德 好 我們就假裝有小明 小華 兩個小孩 小明這個小孩呢 有一天他媽媽要出門了 那他媽媽剛剛好 在家裡的廚房裡新做了果醬 所以媽媽就說 小明 我媽媽要出門了 我把果醬 剛剛做好的果醬呢 放在廚房的那個櫃子的最高層 好 那請你先不要去吃 因為廚房的果醬還沒有好 請你先不要去吃 那小明等到媽媽離開之後 他就架個椅子 爬上了廚房上面的櫥櫃 想要去偷吃果醬 那他在偷吃果醬的時候呢 不小心把放在果醬旁邊的一組 好 只有一組的碗盤給打破了 好 那這是小明 那小華呢 有一天他在家裡 然後快要開飯了 媽媽就跟小華說 小華 馬上要吃飯了 請你去桌上 把桌上的餐碗啊 什麼等等的佈置好 那OK 小華聽到了以後 就即刻行動 就衝進餐廳 然後想要從那個碗櫃裡面 把所有的那個吃飯的用具呢 碗筷啊 什麼等等 全部都放到桌上放好 結果沒想到 他一用力推門 那在門後面的 已經在那邊的碗盤呢 就被小華這樣子 一下子全部打碎 然後他打碎了15套的碗盤 好 那這個研究者 就問這個壽事的小孩說 請問一下 到底是小明比較naughty 還是小華比較naughty 就是誰做錯的事比較多的意思 或說誰是不應該的 Piaget就發現了 其實小朋友在一個年紀之前 他們會覺得是小華比較糟 因為小華打破的是15套 而小明打破的只是一套 好 那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Piaget就告訴我們說 他說所謂這個morality啊 有兩個重要的stage 就是說當你開始有morality這個想法 有對與錯的想法 當然孩子們更曉得是immoral 就是說他是完全沒有對 道德對錯有任何概念的 但是他說小朋友在開始有 所謂道德的概念 以後有是非對錯的概念以後呢 第一個stage叫做heteronomous stage heteronomous stage 他是這樣翻譯的 他是說heteronomous stage 叫做他律期 就是我要靠別人才決定 何者為是非對錯 那heteronomous stage 是比較晚才出現的 那這個stage呢就是說 他覺得就是 是我靠我自己來做決定的 那Piaget也說了 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就是說 有一天 也就是這個有個小朋友 他犯了一個錯 然後呢他偷了媽媽的東西 然後偷吃了媽媽的東西 好那他偷吃了媽媽的東西之後呢 他沒有人發現 但是後來他就騎著腳踏車出去玩 那你知道Piaget是歐洲人嘛 那歐洲就很多古老的那個什麼 小河啊 木橋啊等等 那Piaget就 用那個當地的情景 就跟這個 跟這個受世的小孩講說 那這個小孩呢 他出門之後 他在家裡做了一件錯事 但是沒有人發現 但是他出門之後呢 他騎腳踏車 經過那個橋的時候 然後他就 不小心那個橋 那就剛好腐朽 然後這個孩子就 掉到河裡面去了 那他就問小朋友說 請問 這個孩子會掉到河裡面去 跟他之前在家裡偷吃了媽媽的東西 有沒有關係 就很多小朋友 他是在Hetronomic Stage的小孩子 就會說有 好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第一個 Piaget認為他率期的小孩子 把outcome 把結果 看得比intention重要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小華打破了十五套碗盤 他雖然是一片好心 但是呢 對比較小的小孩子 在他率期的小孩子來講 他覺得 結果才是重要的 並不是說他的intention是好的 他的起心動念是好的 就是好的 第二個 Piaget用了一個所謂 imminent justice的概念 就是正義是無所不在的 所以就算說這個孩子 此時此刻沒有受到懲罰 但是終究他一定會受到懲罰 imminent justice 就有點像這個惡有惡報 善有善報的意思了 好那 autonomous stage 的孩子呢 卻不一樣 那第一個當然是 他的 outcome 不是那麼重要 主要是你的intention 你如果你的intention是好的的話 那你會覺得這個人是 比較有道理的 比較有道德的 那另外一個 就是說 如果你去想這個世界上的 所有的事情的話 他說rules are artificial 是人定的 而且是changeable 是任何的道理 任何的規則 其實是可以被改變的 因時 因地 因情境 有的時候 就是我們應該怎麼做 其實是有一些 調整的空間的 好那這是Piaget講的話 Piaget當然就是差不多是 二十世紀初年 十九世紀末年的人 那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呢 就有一位很重要的 心理學家 叫做Lawrence Kohlberg 好 叫做Lawrence Kohlberg 那他開始了一套 對於道德發展的說法 那這套說法 其實在發展心理學界呢 曾經 非常非常的有名知名 那他等於也是 第一個真的把 道德這個議題 帶進到發展心理學的領域 的這個人 雖然從 佛洛伊德 其實就有開始在講說 孩子們在phalic stage 他會遵從父親 尤其是小男懷孩 因為他的閹割焦慮 他會遵從父親的一些價值觀 那也包括道德觀 那Piaget也講過道德 但是真正讓發展心理學界 開始注意到道德這個議題 有多重要的人 其實是Kohlberg 因為他對發展的 整個的發展的過程 包括青少年期 有一個很有趣的鋪序 那因為 這堂課 其實就是一個翻出來的老議題 但是我還是想 從Kohlberg這個人 本身這個人介紹起 那我想大家對這個人有所了解的話 也會了解說他的理論 為什麼會走向這個層次 以及為什麼 他受到那些批評 Lawrence Kohlberg生於1927年 他是一個猶太人 他生在美國紐約 那他的父母是紐約的進出口商人 所以他其實是家庭富裕的 但是你也可以想像到 猶太人 如果他們是在20世紀的前半 生在歐洲地區的話 是非常可憐的 因為那時候有 非常強的歧視猶太人 反猶太人的情緒一直存在 那這個少年的Lawrence Kohlberg 他的興趣非常廣泛 他玩魔術 他有自己小小的印刷事業 然後他以前在小時候 他學校的那個同學 那個學生的報紙 也是在他的小小的印刷工作室 所出版所影印的 那所以他也就是在 這樣子的一個 出學校的報紙 寫作文章等等的過程中 一直也就在掙扎的探討跟宗教 比如說你想想看 在紐約是一個多元文化 多元宗教的城市 關於宗教跟道德 跟正義的議題 那最早影響他的一本書 是俄國的一個作家叫做 杜斯托耶夫斯基 那我想你們看過他們 杜斯托耶夫斯基最有名的一本書 就是卡拉馬朱夫兄弟們 那如果你去看過那本書的話 你就知道他裡面一直有一個命題 就是是不是假如上帝不存在 一切皆允許 如果說沒有一個上帝在指導的話 那是不是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允許了呢 他也在這個時期 因為美國的這個整個的民主的一個政治思潮 所以他也在民主的概念上 在這個時間有所啟蒙 然後讀了很多美國的學者作家 比如說像艾莫森啊 或者是惠特曼等等的著作 那因為他家很有錢 所以他其實讀的是一個非常有富貴 貴族氣息的私校 叫做Andover Academy 那為什麼特別提這個學校 就是因為那個美國前後兩任 兩任的部系總統 其實都是那個學校畢業的 好那1945年就是民國34年 當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呢 Kolbert他就從這個Andover Academy畢業了 那他畢業之後呢 並沒有想要馬上升大學 那因為那時候 歐洲才剛剛從希特勒的那個前置中解放出來 所以你也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歐洲是有這個所謂的genocide 種族滅絕運動 所以意思就是說猶太人 吉普賽人是不值得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的 因為他們的所謂的基因比較不好 因為優勝學的概念等等 應該是被剷除的 所以呢這些浩劫餘生的猶太人 跟吉普賽人在歐洲的那個城市裡面晃蕩的時候 其實對於Kolbert這個剛剛從高中畢業 然後想要探索世界而跑去歐洲的人來說 他是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鮮活的人生經驗 覺得說世界上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造成這些人的浩劫 那他就開始思考什麼叫做真正的正義 什麼叫做真正的道德 為什麼有些人要被別人所潛制 所以他就以一個沒有薪水的工程師的一個名義呢 登上了一條船叫做Paduka 那這條船他的主要的工作呢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一些佔領區 和一些當時的政治環境的原因 他們的目標因為那時候以色列剛剛要建國嘛 所以他們的目標是把歐洲地區的猶太難民 越過英國軍隊的防守線 然後偷渡到巴勒斯坦去 因為以色列人想在巴勒斯坦 就是猶太人想在巴勒斯坦建國 那Paduka後來就被英軍所扣留 那船上的工作人員呢 都被送到一個集中營去 可是後來呢 他們又被營救到巴勒斯坦 那時候他就被困在巴勒斯坦 沒有辦法出來 所以後來呢 其實Cobre也在以色列的集體農場 就是叫做Kibbutz 如果你去看 現在以色列應該是還有這些集體農場存在 生活了一陣子 然後他用假護照 然後回到了美國 然後開始才接受大學教育 那他在接受大學教育的時候呢 他就希望能夠用真正的哲學上的 道德上的知識 去了解他這段經驗的意義 去思索這段經驗的這個 這個背後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所以他在美國的芝加哥大學 那是一個就是算是一個哲學的重鎮了 他就去讀了洛克的文章 或者是很多的哲學家的文章 還有就是美國的憲法起草者 叫做Thomas Jefferson的文章 那這些文章其實建立了一個概念 就是說 Universal Human Right 就是放諸四海對人權的尊重有多重要 那我們等一下看到Cover的理論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對人權的琢磨 好 那所以呢他就他後來就決定了說 他的人生的重要的目標就是去想像 放諸四海接準的人權的尊重 是不是應該要勝過一切 對於個體 對於文化 對於甚至對於道德 對於什麼叫做公平正義的意識形態 那放諸四海的人權 其實應該是超於一切這些意識形態的 好 那大學時代的Cover他當初 當然你可以想像有這樣的一個背景的人 就開始想要念法律系 但是後來他發現說心理學 更是一個對他來說更吸引人的地方 因為他想要去 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看社會的公益 怎麼樣在人的心裡 能夠獲得一些了解 然後這個人的意識形態怎麼樣形成 以及道德的發展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好 那他在這個過程 他在這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他就看到了Piaget的論文 那麼他從Piaget的論文裡面得到了很多啟示 那他就在想說 那如果我要去建立一套 人的道德怎麼樣慢慢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是不是可以借用Piaget的角度去看這個事情呢 那從Cover開始 Piaget的理論影響了非常多的心理學家 建立了非常多不同的理論 那我們把這一派理論 好 那我們統稱 從Piaget以降後來的學者 用Piaget的角度去看發展呢 叫做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好 那除了Cover以外 其實後面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學者 都是用Piaget的角度去看道德發展 利他行為的發展 利他行為的概念與發展 自我概念的發展 或者是角色取替的發展等等 很多很多學者 都follow了Piaget的這條路 那他們到底跟隨了Piaget的什麼呢 基本上他就是跟隨了人的 對於對於事情的看法 這個知識論的設定 我們來回顧一下Piaget說了什麼話 Piaget的哲學思考裡面認為 一個人之所以在概念上面會成長 其實是有所謂的Biological Readiness 或者是我們叫做Muturation 這都是前面我們在講Piaget的時候 所曾經講過的 一個人他自己有他自己在 不同的年齡層的發展成熟度 那這些發展成熟度可以決定說 他到底可以處理多複雜的問題 可是除此之外呢 還包括他的經驗 那這些經驗也會幫助他去 去改變他自己 對於很多外界事物的看法 而最重要的是Piaget講的 constructivist 所謂的建構論 那我們說Piaget認為一個孩子一個人 就是一個建構者 那他不斷的透過他的經驗 以及他已經有的能力 已經有的Biological Readiness 去建構他對世界的看法 所以他是一個有機體 他是主動建構的 而他在講這個experience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他所使用的角度 怎麼樣慢慢長大 那個發展的動力何在 是透過adaptation 然後這個adaptation 分成assimilation跟accommodation 除了adaptation之外 另外一部分就是reorganization 那所謂reorganization就是說 當外界的訊息 跟你自己目前建構的construct 如果或者你建構的schema 如果相差的太遠的話 就會有這個disequilibrium的現象 所謂的不平衡的現象 那這些不平衡的現象 會造成個體去重新再組織 他對外界訊息的理論 他對外界訊息的整個的想法 那麼就會變成他的一個新的stage 所以我們會說Colbert的理論 也是一個stage theory 在每一個不同的stage裡面 有所謂的qualitative change 是有所謂質變的 好 那我們有了這些Piaget的概念以後呢 我們還要講一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Colbert覺得 當一個人的認知發展 有了這些基礎之後 就給了他一些能耐 讓他可以在道德發展上往前走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開始介紹 Colbert的道德發展理論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 Colbert也是把道德變成不同的stage 但是他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話 就是所謂的認知發展 Piaget所說的認知發展呢 他是一個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他是一個必要 但不是充分的條件 能夠讓道德發展 這個話怎麼說 就是說如果你去看一個人的道德 可以發展到某一個程度的話 那他一定是先在認知發展上 已經達到了一個境界 他才可能在那個道德上可以發展 所以呢 從A到B那個cognitive 是一個就是 是一個necessary condition 可是呢 光是你有認知發展 對於morality來說 他並不一定 因為你有了這個認知發展 Moral development就自然形成 他是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意思就是說 不管你認知發展有多高超 你的道德發展仍有可能不發展 所以他只是一個sufficient的條件 可是並不是一個necessary的條件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道德發展 他一定有某種程度的認知發展的基礎 在後面支撐他 可是如果你有某個很高層的認知發展了 卻並不表示你一定就在道德發展上 也發展到了相當的層次 你仍然可能是在道德判斷上非常低落的 好 這是對於Cobre的理論裡面 關於他跟Piaget的關係的解釋 好 那Cobre在這樣子一個概念裡面 他去敘述說一個人的道德 怎麼慢慢進展的時候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測量方法 Cobre 的測量方法 我們叫他道德兩難情境 叫做Moral Dilemma 被翻譯成非常非常多國的語言 我現在把在台灣程曉薇老師的翻譯 用中文講給大家聽 他的《道德兩難情境》裡面 有一系列的故事 這一個故事是唯一一個在教科書上 會登出來的故事 因為如果我們都把道德兩難的故事 全部都告訴大家的話 那麼也許大家就會被訓練 這個結果就不準了 所以他通常都是在教科書上 都是同樣的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 陳先生的太太得了一種絕症 那性命是違在旦夕 這種絕症只有一種最近才發明的新藥 才可以救陳太太 發明了這種藥的藥劑師 所價一百萬 是製藥成本的十倍 意思就是說 他也許只要十萬就夠了 但是他要價一百萬 陳先生自己沒有那麼多錢 四處籌款之後 也只籌到了五十萬 所以還差一半的錢 如果我去偷藥 我等於是觸犯了一些規定 跟法律 我如果不去偷藥 太太只有死路一條 那我們問受試者呢 就是兩個主要的問題 一個是一個yes no question 你覺得陳先生該去偷藥嗎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覺得他應該去偷 還是不應該去偷 那你也可以去問 藥劑師應該把這個錢 算便宜一點 讓陳先生拿到藥嗎 是yes or no 那你也可以去問 為什麼是yes 為什麼是no 道德兩難的計分方式 沒有標準答案 他回答yes或者是no 都可以得高分 或也都可以得低分 他的計分方式 主要是受試者 對於他所建議的這個道德行為 他背後是如何的認定的 就是他的道德判斷 他的道德認知 他怎麼樣判斷這件事情 應該這樣做不應該這樣做 他判斷的時候 背後的解釋的原因 解釋的理由 才是真正去決定 這個受試者 他的道德的stage 他的階段 到底屬於哪一個階段 最主要的一個認定的標準 Colbert 當初 在他的第一個博士論文的研究裡面 Colbert 用了98個10到16歲的小男生 做這個訪談 然後因此而鋪敘了出了他的這個道德發展的階段理論 這個階段理論 一共分成六個階段 這個階段也跟認知發展 就是 Piaget 講的認知發展的階段 有一些固定的規律性 就是他的次序 他是 orderly 他的次序是固定的 然後他是 irreversible 從Colbert 的理論來講 他是不會逆轉的 就是一直是往前進的 那還有一個是不跳躍 意思就是說他不會跳過一個 馬上到下一個stage 一定是慢慢慢慢進展的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 因為他對發展 社會認知的發展 是從 Piaget 的認知發展為基礎 而建立起來的 所以也跟 Piaget 的階段論一樣 有這樣的就是 orderly irreversible 跟就是不會跳躍 sequential 有他固定的階序性的一些 基本的設定 那他把這六個階段 分成三個層次 Colbert 把這些認知發展 這個道德發展 Colbert 把道德發展階段 分成了三個層次 就是所謂的 pre-conventional 規範前的層次 convention 我們把它翻成規範 道德習俗 習俗前 或者是規範前的階段 或者是 conventional 就是規範層次 或者是習俗層次的階段 那 post-conventional 就是超越了規範習俗的層次 的階段 那在每一個層次底下 我們又分成兩個階段 所以他一共 有六個階段 那每個層次底下 有兩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 我們通常叫他 punishment obedience orientation 也就是所謂的 避免懲罰 服從權威的取向 那這個避免懲罰 服從權威的取向 就完全像 Piaget 所講的 heteronomous stage 趴率階段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他們覺得 孩子覺得說 任何行為 只要是導致懲罰 或者是違反既定的規定的 就是錯的 就比如說像那個 小朋友在學校裡面 做了小小的一件事 馬上別的小朋友來指示 哦 我要告老師 可是那個孩子 可能並沒有真的 做錯什麼大事 可是那個 哦 我要告老師這句話 就是可見 另外一個孩子 對於權威的注重 他是完全是一個他律棋 那所以行為 也是引作這個行為 是不是觸犯了規範 那孩子們在這個階段 覺得rule 覺得這個規範是 unchangeable 是不可改變的 然後而且呢 他這個一定是以後果 作為行 就是一個道德 一個行為 一定是以後果 作為一個行為 是不是有道德的標準 而不是從intention 不是從行為的動機來決定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看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 不是conventional 不是習俗規範的層次 因為可能孩子們 還沒有到達就是 一般來說 一般大家既定的 約定俗成的規矩是什麼 而是完全從權威來決定 那到第二個階段呢 我們叫它individualism and purpose individualism是個人主義的意思 那purpose是目標取向 所以我們會叫說 這個階段 它其實就是一個 現實的個人主義取向 那也有人很好玩 把它翻成叫做 就是說成hedonic stage 那hedonic是享樂主義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說 我所有的考量 都是為了我自己 那覺得在我自己上面來說 是ok的 那就是有道德的 那你說 那這個怎麼算是有道德呢 應該是說 這個階段的兒童 至少他能夠察覺 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時候 對與錯並不一定是絕對的 可是也不是由這個 權威人士所決定的 那最好的形式呢 就是在滿足自己 跟滿足所愛的 或者是對自己有利益的人的同時 讓雙方的傷害減到最小 所以換句話說 就是互惠的原則 是一報還一報的原則 我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超車 我可不可以紅燈往左轉 我可不可以這個 我可不可以那個 其實都不是規矩來決定 都不是規則來決定 而是我現在會不會撞到人 還是我可以求快 然後我又不撞到人 我為什麼不去做這件事情 那一報還一報 就是說我今天給你一些好處 我看起來很prosocial 但是我這個prosocial 很助人的這個利他的取向 是為了說將來你會還我 我如果這樣對你你就會還我 所以這時候的孩子 看起來已經比前面那個孩子 就是專以懲罰或權威 來作為道德的決定的孩子 更通融有彈性 然後他也看起來像個好人 但是他的好人的背後的目標 是以自我為出發點 是我自己能夠享受到最大的利益 而且我不傷害就是旁邊的人 然後旁邊的人會給我回報 用這樣的想法去作為考量 所以我們會說 他是一個現實的個人主義 好 那所以我們再說這第二階段 比第一階段的 從Cover的角度 所謂道德判斷與認知上的進步 就是說這個孩子不再只是被動的 接受別人的懲罰 會開始考慮到我與他人的關係 所以他的那個限度比較寬了 他不只是單獨的一個人 受上面的控制 而是說我可以考慮到我非常小的團體 我與對方的關係的互惠原則 就是所以呢 甚至父母就發現說孩子可以在 不在他的監督之下 孩子們在跟別的小朋友玩的時候呢 父母也不會擔心這個小孩子 會做錯什麼事情 會跟別的小孩子 維持平和的互動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孩子已經想到說 這個孩子在跟我玩 那我們可能需要分享 我們可能需要怎麼樣 我們兩個才能玩得和氣和善 所以這個個人主義呢 已經讓這孩子就是 對他的環境四周 開始有一點點的敏感度了 好 但是這樣子 從個人享樂主義去考慮 或者是從懲罰考慮 我們都不算真正的社會規範 與社會習俗 好 那麼真正走到了conventional reasoning 走到了這個習俗層次的時候呢 這個道德的推理道德的判斷 就開始有更大的考量範圍 就是他開始討論團體習俗的範圍 他的想法是說 如果說我可以 如果我可以考慮到一個團體的範圍的話 那在這個團體裡面 這個團體就能夠順暢的運作 好 那所以在所謂的conventional stage 的第一個階段 有人把它翻成good boy nice girl 的階段 所謂的好男巧女的階段 那我們用一個比較學術的名詞去講呢 這個階段是所謂的interpersonal norm 是個體之間的常模 interpersonal norms 是和諧人際關係 good boy nice girl 的取向 所以他的主要目標就是說 任何的事情 只要能夠在團體裡面 維持一個和諧的人際關係 就是一個好的道德守則 好 所以他已經從一對一的道德守則中走出來 而是團體裡面 所以他會在乎 這個孩子在團體裡面 可不可以被別人認定是正直的 守信用的 有江湖義氣的 懂得感恩的 不自私的 互相關懷的 那就變成一個道德標準 因為如果一個團體裡面 比如說我們在班級裡面 或是在好朋友的一個 三五個人 十個人的團體裡面 如果大家都能夠互相關懷 都會有一個固定的信用與正義 好比如說保守別人的秘密 懂得感恩 然後懂得意氣等等的話 那這個團體的運作就會很恰當 所以這時候的孩子 跳到了所謂的習俗階段以後 他開始不是考慮個人 或是小小的互惠而已 他開始考慮到這個團體的運作 好 那麼第三階段是考慮到這個小團體 或是一個他所熟識的團體的運作 可是到了第四階段呢 就稍微更抽象一點 我們也是在談團體 可是這個團體不是小團體 而是一個social system 所以到了第四階段 這個social system也是一個團體 但是它是一個社會體制 意思就是說這裡面的這個團體的意義 已經包括了你所不認識的人 你是著眼在整個社會 能不能有效的運作 所以你察覺的不是周遭的一個小圈圈 是一個有效率的大團體的時候 那這時候法治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就會開始去想 我要尊重社會正義 我要尊重社會的義務 社會的責任 社會的秩序 然後呢就是你把這個社會體系 當作一個大的轉輪 如果說你要怎麼樣讓一個大社會 能夠正常運作 那一定要大家守規矩 這個社會的大轉輪 才能夠運作的良好 那有些人可能對現行的法律不滿意 甚至公然反抗法律 可是如果它的推理 仍是一套固定的信念系統 就是說這個社會 雖然我反抗法律 但是我覺得我在另外的一套 社會運作系統底下 我還是認為說 我還是要固著於某一個規則 那其實它也仍然是在 這個社會體制取向 那意思就是說 一般來說 這個social system 我們還有一個名詞 叫做公務員階段 好 這是一個大家笑稱 說所謂社會體制取向 就是一個公務員階段的 這個道德判斷階段 就是任何事情 只要打破了社會規範 造成了這個社會運作 社會轉輪 不能夠順暢 那你就是不道德的 可是Cobra也有一個 家住的註解 就是說有些孩子 他從小比如說 生長在一個異議的家庭 對現代的社會制度 現在目前所有的社會制度 是不相信的 然後他從小就跟著父母親 上街頭抗爭 抗爭某些利益 或是某些規則 他如果上街頭抗爭 他有可能是超越了 post conventional stage 可是也不一定盡然 如果他只是跟著過去 他的家庭背景的角度 而去認定了某些 現有的法律不合理 但是固著 無法跳脫他對於這個 這個特定的反抗的認同 無法跳脫 他所存在的團體壓力 然後無法跳脫 他的所謂習慣性 信念的思考模式的話 那麼即使他是抗爭的 他是反對現行法律的 他是對於目前的 social system不滿的 但是他仍然是屬於第四階段 所以就是說 我們會去判斷說 這個人他到底是不是 在conventional stage 還是跳到post conventional stage 我們會用習慣性信念 好 那這個意思也是 我想就是 套句現在的話 就是所謂的同溫層 因為同溫層裡面的人 都這樣想 所以你也很習慣的覺得 這個同溫層裡面 大家都這樣想 這個就是對的 但是你沒有真的去思考 去探索 去了解 這個同溫層裡面 大家都覺得 這是政治正確的想法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如果說你只是 因為團體認同 而去決定說 大家都這麼想 對啊 這一定是對的 大家都是這樣子教我的 或者是有同儕壓力說 我怎麼可能不這樣想 我的同儕 我的同學 每個人都這樣想 這個時候 仍然是在social system裡面的 習慣性信念的角度 去看事情 所以你的道德判斷 或是道德的推理邏輯 就仍然是屬於stage four 所謂的conventional stage conventional level 所謂的conventional level 並沒有跳到 所謂的post-conventional level 那麼講到了post-conventional level 就很像Cobra的成長史了 那Cobra的成長史裡面 到最後他自己犯了規 他用了假護照 才回到美國來 那這時候他所想的事情 或是說他把這些猶太人 偷渡到巴勒斯坦去 他做的是一些違法違規的事情 但是他覺得他是 根據基本人權 來做這件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所謂的post-conventional stage 是什麼意義 階段四跟階段五 從這邊跳到這邊 就是從conventional stage 跳到post-conventional stage 最大的差別在於 到了階段五 個體可以超越了 既定的習慣性信念 而摒棄了道德判斷中 任何的預設立場 你把你過去被教育的 被大家所 你的同溫層裡面 大家所認可的東西 的預設立場 完全地排除 而你想要自己 來做一個公平的判斷 可是有趣的是 在第五階段的時候 一個人雖然覺得說 他要摒去 摒棄過去的社會系統 可是他卻還沒有找到一個 放諸四海階準 因為 Colbert在乎的是 Universal Human Right 對不對 可是到了在第五階段 其實這個個體 還沒有找到一個 放諸四海階準 普通性 就是普通到世界 普通到宇宙的正義原則 那這時候他就是 其實他是很糾結的 他知道他不應該 照著過去人們的想法 盲從地跟隨 但是他自己又沒有 還找不到自己 真正他覺得他在乎的原則 這個普通性的正義原則 到底是什麼 這個時候 他就會做一件事情 他以這個 大部分人的福利為考量 所以我們會說 他會贊成民主投票 他會覺得公投是要緊的 我們做核四公投 我們做任何的公投 都是因為 這件事情兩難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到底誰對誰錯 有核能 台灣可能走向了這個 可能減少污染 但是核能最後可能造成了核廢料的污染 可能有核爆的危機 好那可是呢 如果沒有核能的話 台灣的經濟 台灣的空氣污染 也會造成很可怕的結果 所以我們在這個兩難之間 我們並不知道哪一個 是對人最好的 那我們沒有一個普通的正義原則 因為很難決定嘛 那這樣好了 我們都在這個國家裡面 我們都在台灣 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那我們既然 我自己沒有辦法去決定 哪一個對人民最好 那我就會贊成民主投票 透過民主程序 讓在同一條船上的這些所有人 去決定 你覺得對你的最大的福祉 與你最大的利益 到底是什麼 那當大家都決定之後 就算我同意或不同意 我都跟著大家的這個取向走 少數服從多數 所以所謂的社會契約 所以這個階段又被稱為這個社會契約的階段 就是我們透過公民投票 透過少數服從多數 而成立一個社會契約 那這個社會契約就是大家遵守的概念 就是我 我很想要全民的福祉 我是以放諸四海的福祉 為主要的考量 但是我卻沒有 辦法決定什麼是真正的福祉的時候 我就靠訴諸全體的公投來做決定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它是一個所謂創制法律的考量 由人民自己去創制法律 是law creating 卻不是維持法律 是law maintaining 就是前面一個階段 我們讓社會轉輪順暢的進行 是一個law maintaining 的階段 可是到了這個階段去 是一個創制就是law creating 把這個法律由人民自己去決定 那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真的post-conventional 就是你已經找到了所謂的 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 當你找到了 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 的時候 這個時候 就已經不去考量別人怎麼想了 而是 在這個時間點 不但這個個體超脫了 所有的約定俗成的規定 超脫了習慣性的信念 而且他也不需要靠社會契約來決定了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已經找到了 放諸四海皆準的 普遍性的正義原則 那這是Cobre的第六個階段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其實 極少極少或者是根本沒有人 真正達得到這第六階段 不過這是他所push出來的一套 就是從所謂的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Piaget以上的一個思考的角度 所認定的一個人從小到大的 道德推理 道德判斷的逐步的進展 那麼你可以回頭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樣的一個發展接續性 是一個孩子從只關心自己 到關心自己 但是從跟別人和和睦相處 Reciprocal 互惠的角度 而能夠達到讓自己能夠得到最大的利益 然後慢慢的衍生到小團體的和諧 然後慢慢衍生到社會轉輪運行的方便 然後最後Post Conventional變成說 我要讓這個社會轉輪更好 讓更多人獲得利益 那我事實上是要透過公投 創製一套真正人民所接受的福祉 然後到最後是自己找到一套 可以放諸四海接準的倫理原則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發展的歷程 下面我們要開始講的是 Cobra 的這套道德發展理論 到底受到了什麼樣的批評 它的批評其實有非常多面的層次 那我們第一個要講的 我們第一個要講的是從道德推理 與道德行為之間的關係 來看大家對Cobra 的批評 基本上Cobra 的理論是從認知發展的角度出發 它所在乎的是一個人在道德判斷 或者是推理Moral Reasoning的過程之中 他到底在發展的階段是怎麼樣的進行的 那麼大家最常對Cobra 有的批評就是說 道德其實可以分成道德認知 道德推理或者是道德情緒 以及道德行為 那當我們在談一個人的道德的時候 當然是以行為 它真正顯現出來的是最重要的 可是道德推理並不一定表示 他的道德行為就特別好 一個小小的孩子 他雖然是服從權威的 但是他所表現出來的道德行為 可能更是高超的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雖然他的道德推理的層次很低 可是他的道德行為卻高超 那麼這個道德推理的這個層次 到底或者是道德推理的階段 到底有什麼真正的意義呢 而且有些人就更批評說 如果說我們在看很多世界上的很多事情 比如說最熱門的就是現在 川普的支持者衝進了美國的國會 那麼從這些事情上來看 這些支持者其實是 認為他們自己是在主持公平正義 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 就是覺得美國的選舉的背後 是有一些骯髒的過程 導致這個選舉不公 結果不公 那麼如果說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些人民 我們雖然現在在報紙上 或者說美國的國會 或者美國的人民 很多人把他們就是當作riot 當作暴民 可是對他們自己的心理來說 這個意識形態是對的 他們做的是社會正義的事情 所以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在做完了道德行為之後 他其實是可以把自己疏離開來 不需要歸罪於自己 而他歸罪於是因為不公 因為這個社會不公 所以我採取暴力的狀態去解決它 好 那這個時候 道德行為就被理想化了 就被傳奇化了 就好像有了一個 justification 有一個合理性 這個道德的合理性 就像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前面講同儕關係的時候 在講攻擊行為的時候 我們講到有一種小孩子 叫做reactive aggressor 叫做回應性的攻擊 就是這些孩子 他總是覺得是別人對他不好 別人威脅他 所以他才會需要報復 那他的報復是基於 他自己覺得的公理正義 因為我被欺負了 因為我受辱了 因為別人惹我 所以我才要去攻擊 那所以這個reactive aggressor 本身覺得他的攻擊是合理化的 是對的 那所以像在這個狀況呢 也是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 他們自己在做了這些不合道德 不合倫理的事情的時候 他也會有一套 self justification 覺得自己是合理的 那這個時候呢 他的道德判斷 也許說得堂而皇之 但是他的道德行為 卻非常的低落 那這要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講 也有一些學者說 他說所謂的 moral reasoning 所謂的道德推理 其實說不定都是事後 當這個故事 當這個行為發生之後 一個人做的 就是 deliberate 的 moral reasoning 是說他是需要花功夫 有意識的層次 去處理自己的行為 那給他一個合理化 去保護自己的 self identity 可是事實上你想想看 當我們在面對困境的時候 我們所做一件事情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 gut feeling 都是一個沒有去真正去思考 the intuitive gut feeling 就是非常直覺的 我們做了一個決定 說我們要做這個行為 還是不做這個行為 我們要收賄還是不收賄 那這個 gut feeling 這個在原始的 我們在行為之前 所做的決定 其實是非常短暫 非常直覺 不經過深思熟慮的 那所以所謂的道德判斷 如果他完全跟道德行為 可以隔離的話 那到底他有什麼意義存在呢 好 所以這是很多人對 Colbert對於道德推理這件事情的 說明所產生的懷疑 事實上在1985年 那Colbert現在老早就過世了 但是他在1985年 曾經訪問台灣大學心理系 那他在台灣大學心理系 給的一場演講 在談道德發展 談完了之後呢 台下就有一個觀眾 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他說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問題是說 在這個世界上 有誰有這個權利 把他自己放在一個像神 像God一樣的位置 去給每一個人一個評估 然後說他的 morality 說他的道德推理 是在一個什麼樣的層次與階段 好像去給別人一個 IQ 分數一樣 你有什麼資格像神一樣去判斷一個人的道德的高低 好 那當然問了這個問題是非常有挑戰性的 那Colbert所做的回答是什麼呢 那我這裡引用台大心理系 已經過世的一位非常被大家所崇拜 所景仰的程曉偉老師 他在他的書籍裡面 所記錄當時的回答 那程老師他自己也曾經到哈佛大學去 在Colbert門下跟他做過研究 好 那他所說的是這樣的 Colbert說 他當時的回答有包括三點 那Colbert說了什麼呢 第一 道德判斷發展層次 只能用來探討某一個社會觀點 所做的道德判斷的合疑性 較高接續 代表能納入更分化綜合的考慮 合理的解決更大範疇的道德問題 而不發生矛盾 這件事情就像我剛剛特別跟大家提的一樣 就是那六個階段是從只關心個人的是否被懲罰 到互惠就是我與旁邊的這個人 到小團體 到社會轉輪 最後到全民公投與社會契約 然後一路下來 所以他是合理範圍 在合理的解決更大範疇的道德問題 讓更多的人能夠納入這個解決的方法中 好 那我們繼續看 程曉薇老師引用就是quote他的話是什麼 他說合理的解決更大範疇的道德問題 不發生矛盾 可是並不是用來評斷一個人的道德價值 所以他是推理 他是reasoning 他是judgment 但是不是value 何況至今我們並不具有可評斷他人 道德價值的哲學基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Colbert說 如果非要評斷一個人的道德價值 也應該評斷他的道德行為 而非道德判斷 所以Colbert也認為 道德價值真正的價值的意義是在行為 而非判斷 他第三點說的是 即使人處於前規成期的兒童 就是preconventional stage preconventional level 下面的兩個stage 即使處於這個道德成規前期的兒童 他們受訪的時候 他們給的答案也是認真誠懇的 所以就是這些孩子 他們也是在認真誠懇的回答這些問題 好 這是以上對於道德推論 到底跟道德行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們從學者們所談的就是社會現象 就是有些人會做一些道德合理化 以及道德其實真的在行為發生之前的判斷 是一個intuitive guts 而不是一個真正的長期的 有真正思考過的過程 來去批評Colbert的理論 我們也看了Colbert自己的回答 下面我們從 下面我們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要談實證研究結果 是不是看得到接續性 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要談文化差異 第三個我們要談性別差異 如果你記得的話 我們曾經前面剛剛才提到 Colbert認為 道德發展跟認知發展是類似的 就是它是一個orderly 它是有順序的 而且它是不逆轉的一個過程 好 那可是呢 當過去的學者 他們在用大學生 以及出社會以後的成人等等 來做訪談 來決定他們的道德發展階段的時候 過去 我現在特別講過去 是發現大學生的道德判斷 往往比出社會以後的人的道德判斷 還要高 你想想看大學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裡 他活在一個象牙塔裡面的世界裡 他裡面 他可能修了很多哲學的課 他可能修了倫理學的課 他可能在每天的人生的這個 這個大部分的接觸的時候呢 在課堂裡面跟教授討論的時候 可能都是有一些形而上的思考歷程 所以過去的研究發現 大學生的道德判斷標準其實是頗高的 從第四階段甚至到第五階段都有可能 好 那麼但是你一旦出了社會 你馬上接觸到的是 你可不可以自己自給自足 你是不是能夠獲得溫飽 當你面對了真正的民生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這些人會翻轉到 第三階段或第四階段 而不是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了 他可能會翻轉到第三階段 他覺得他只要在他的小團體裡面 能夠保持大家的公平性 那麼讓他能夠生存 在他的企業團體 或是他任何的工作場合能夠生存 能夠溫飽 能夠有穩定的生活 變成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也不在乎那些太高超的道德 道德的想像了 所以大家會發現說 大學生跟職業人士 有這個翻轉的情形 這是過去的研究結果 可是我們現在卻發現 2010年以後的研究發現說 大學生的道德發展階段 並不只是更高 變得稍微低一點在三四階段 甚至我們發現現代的大學生 這當然就是西方的研究 有Materialism的傾向 有所謂物質主義的傾向 意思是說他可能翻轉到第二階段 他覺得互惠 一報還一報 是個人主義是重要的 但是他也不在乎團體裡面的人怎麼想他 他也更不在乎社會轉輪怎麼運行 他覺得只要在他的小小的空間裡面 有他的小確幸 因為他對別人好一點 別人可以給他一些恩惠 給他一些好的結果 這就是他每天生活的重心了 所以在2010年以後 這樣的結果出來 讓我們想到說 以前的大學生是比社會人士 更高年歲的成人 還有更高超的道德判斷的推理的意向 可是現在卻變成這樣的一個過程 讓我們覺得這個21世紀 真是一個後現代主義的世界 讓我們看到這個不一樣的世界 這是一件非常好玩 不曉得我們是不是應該覺得 覺得難過的事情 好 那這是對於就是 empirical study 我們發現的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除了講 這個接續性之外 那第二個我們要講的 是關於文化差異這件事 Cobert曾經到不同的國家 甚至是非洲 去探討道德的議題 那你也可以想像 這個道德兩難情境的故事 以及他的訪問的手稿 什麼等等 都被翻譯成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語言 那他曾經自己 自身做過的文化討論的文化研究呢 是比較美國 土耳其跟台灣的道德發展階段 那麼當然他就會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說發展中的國家的道德判斷 比以開發國家的道德判斷的階段 一般人民的層次是不一樣的 那你當然可以想像到 是以開發國家的道德發展 層次是比較高的 那我想這個一般來說 我們不要講任何的國民或是文化 不要講國家的名稱或是文化 我們也可以想像 當一個已開發的國家 人民都已經有溫飽 這件事情都已經比較解決的時候 他當然有更多的余裕 去討論更高層次的人性的發揮 第二點就是當他去比較西方國家 跟東方國家的時候 比較屬於Western world的時候 跟東方國家的時候 他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所謂的democratic countries 跟non-democratic countries 就所謂的民主性比較高的國家 跟非民主性的國家的差別 那這也可以說得通 因為在民主國家的社會價值 他比較會考慮少數服從多數 在民主國家的價值 當然會比較考慮公平正義 那這些公平正義人權 以及少數服從多數 當然在民主國家推行的比較多 所以他也發現民主國家的人民 一般來說的道德發展層次 道德發展階段 是比非民主國家相對來講 他的平均是比較高的 那可是呢 就有一些文化心理學家 就不這麼認為了 那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文化心理學家 叫做Shredder Shredder這個心理學家 他其實是一個美國人 但是他去印度很多年 他也來過台灣等等 他就說 他說其實在西方國家 跟不同的國家裡面 他的ethic 他的倫理的概念 是不同的 比如說 比如說 在美國他說 他說 他說 所謂的道德的概念 所謂的倫理的概念 是 an ethic of autonomy autonomy autonomy是自主性 我們一直都學過的 所以他說 這是美國的 所謂的這個倫理原則 是自主性 可是他說 如果你到了以色列 我們剛剛講 以色列有這個kibbutz 就是所謂的集體農場 大家是一起生活的 在每個家庭都把孩子 放到一個地方去 一個家庭裡面去 專門照顧小孩的地方 那父母親每天晚上去看小孩 可是他大部分時候 都是在集體農場裡面 大家一起工作 好 那所以他說 這個在以色列 比如說在集體農場裡面 他的最重要的道德意象 是community 是團體 是社區 才是他最重要的 可是Shredder他自己到印度去 很多年在印度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說其實在印度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divinity 是跟神的關係 好 那他也舉了很多例子 比如說這個divinity 就是他 神是存在人的生活當中的 他自己舉例說 他說他曾經有一次就是 拜了神以後的東西 人可以吃 可是人吃完的東西 是不能拿來拜神的 他說他在印度 待了很久之後 他就覺得說 這就是人生活的一部分 這是道德的一部分 那神就是在每一個人的生活當中了 那所以他用這個舉例去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對道德的判斷 你如果只從西方的角度去看的話 也許在有一些非西方主流 民主為 以民主為概念 為基礎的國家裡面 你會發現說這些人的 好像道德階段 如果從Cobre的階段來說 可能是平均值比較低的 但並不表示他們的道德發展 比較低落 他們的判斷比較低落 而是只是人的意識形態 在道德的意識形態上是不同的 好這是文化差異 這是實證研究的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 是講的是性別差異 那性別差異呢 我們要先想想Cobre他最早的 道德判斷的階段論 是以什麼樣的資料為基礎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他的博士論文裡面 包括了98個10到16歲的男生 是沒有女生的 好那因為那個年代嘛 你想想看他1945年 高中畢業 然後後來在這個 二次世界大戰戰後 後來就唸大學唸博士班 所以在那個時代呢 男女間的這個平等性還是很差的 他都是以男孩 男孩的意識形態為主要的 那個施策的基礎 好所以呢 的確 即使是在美國 他們也發現 男生的道德發展階段的平均值 是比女生要高的 那我們發現說男生到的 Late Adolescence 就比如說到高中後期到大學的時候 他們平均都可以達到第四階段 就是社會轉輪公務員階段 第四階段 就是以法律為優先 是遵從法律的 可是呢 這個女生到了Late Adolescence 大部分都還在第三階段 所謂的Good Boy Nice Girl的階段 就是以小團體的 就是和諧為基礎的階段 好 那後來就有一個很有名的學者 叫做Carol Gilligan Carol Gilligan 這個人呢 他是Colbert的學生 很喜歡Colbert的理論 但是他就給Colbert的理論 加了一點點東西 他不是反對Colbert 而是加了一點點東西 他說因為女生的 社會化的歷程不一樣 所以造成女生的 整個的發展階段 跟男生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所遵守的道德原則 跟男生不同 那Colbert後來自己 因為Gligan跟他學習 後來Colbert也說 他說如果女生在 整個的發展過程中 能夠跟男生一樣 接受到那樣的一個 社會化的環境的話 那女生的道德發展 可能會跟男生相同 可是問題是說 女生就不是 因為在一個女孩子的 成長過程當中 他被要求是要體貼別人的 是要照顧家人的 是要關懷別人的 所以那個體貼照顧關懷 從小就對女生來說 父母就會給女生這樣的要求 可是父母對於男生 卻給他比較多的自主性 給他比較多的自主性 讓他向外探索 所以男生更有機會 比如說從peer relation 裡面 去了解到這個道德的意義 或者是在衝突兩男的情境 可能面對的兩男情境會更多 然後更複雜 尤其Cober也follow了Piaget的談法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 在談同儕關係的時候 我說Piaget說 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就是同儕的關係裡面 因為同儕的接觸 所以讓孩子有不同的了解 所以其實Piaget的理論 就覺得道德發展 其實是跟同儕有關的 跟同儕的symmetrical interaction 有關 所以Cober其實也follow了 這個Piaget的想法 就是symmetrical interaction peer interaction 其實是幫助一個人的道德成長 可能比家庭還要重要的 可是因為在那個時代裡面 男生的社會化過程裡面 他有更多的autonomy 父母給他更多的autonomy 男孩子更有機會到外面去混 到外面去跟同儕接觸 會碰到更多更複雜的道德衝突 所以這個時候也讓男孩子的道德衝突 經歷道德衝突之後 他能夠進步的更快 所以一方面我們可以說 這個Cober的理論裡面 一直談到symmetrical interaction conflict 對於道德進展的重要性 那一方面他自己又是用男生的data 來做他的道德發展的鋪絮 所以他著眼於男生 看到的也是男生以正義公平為原則的考量 而他沒有顧到女生的社會化階段 是跟男生不一樣的 那回顧一下Gilligan說的 兩個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說Gilligan 怎麼樣看男生女生在社會化的差別 所造成的他們對道德判斷的不同呢 他說男生他所面對的道德議題 他所考量的是所謂的justice principle 是公平正義的原則 可是對女孩子來說 因為他從小社會化的經歷 父母給他的很多的要求 讓他會以care principle 來決定道德 那因為是從care principle來決定道德 所以這個女生就是以小團體的關懷 小團體的體貼 小團體的照顧好每個人的情緒 為基礎的女生的道德判斷 就會讓他在Colbert的道德兩難情境裡面 表現出比男生要更低的平均階段 好這是Gilligan對於Colbert所做的解釋 以上我們講的是第二個 從實證研究結果我們來看Colbert的理論 以及他的整個的說法 所得到的批評 那一個是關於階段的 另外一個是關於文化差異的 還有一個是關於性別差異的 那我們下面要講的是第三個部分 是關於Moral Dilemma的測量方法 是關於Moral Dilemma的測量方法 那我們接著要講的是 measurement 到底大家對於Colbert的道德兩難情境 這個測量方法有什麼樣的批評 那第一個批評呢是 其實大家看不到 因為大部分的人是沒有這個管道 可以去看到Colbert的這些題目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說 大部分的Colbert的題目 都是在講家庭裡面的衝突 就是家庭裡面發生的一些事物 然後造成一個兩難情境 但是你記不記得 剛開始就是剛剛我們才講過 就是Colbert或者Piaget都認為 是同儕之間的互動的衝突 是比較容易讓孩子能夠 感覺的到這個兩難情境 然後讓一個人成長 因為要去解決那些兩難情境而成長的 但是問題是說 當我們在看那些題目的時候 又比較是家庭關係 可是你想想看 很多時候的兩難 是在學校 是在職場 是在同儕 尤其是青少年 可能比在家庭裡面的還要多 最簡單的例子 同學說 我昨天生重病 我昨天失戀 女朋友跟我分手 男朋友跟我分手 然後今天要考期末考 然後我沒念 然後我要當掉了 或同學跟我說 我這一課再不過的話 我就要被二一了 你可不可以找我 這到底是要幫同學 解決目前的困境 還是要遵守自己的規 這個道德準則 不要作弊 這就是一個每天都會在 這個現實生活中 可能會發生的很簡單的道德情境 或是說朋友跟你講說 我今天晚上要去我男朋友家過夜 因為他爸媽不在家 然後我跟我爸媽說 我在你家過夜 然後我爸媽如果打電話來的話 請你跟他們講說 我正在洗澡 然後我在你家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就趕快通知我 然後我用手機打電話給我爸媽 就跟我爸媽說我在哪裡 你如果說一個 比如說十五歲的孩子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這個小孩子 到底要騙還是不要騙 這些都是每天生活中 會發生的情景 到底是你跟家庭有關嗎 不直接有關對不對 主要是跟同儕有關 所以Cobra一方面說 同儕的互動是重要的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大家也知道同儕的互動中 所面臨的兩難 是可能更多的 但是他的測量工具裡面 又以家庭為主 當然是會受到人的詬病 另外一個被大家考量的狀況 就是說 在不同的故事裡面 你可能會發現 同一個人 在不同的故事裡面 他所報告出來的 為什麼我覺得這件事情 該做或不該做 可能被編碼成不同的階段 那你到底是要以他 在各個故事裡面 平均所達到的階段 為這個人的道德發展階段呢 還是以最高層次的那一個 最高stage的那一個 當作這個人可以在上限 可以達得到的道德判斷 道德推理的那個能力 當作這個人的道德推理的層次呢 其實也會是一個問題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道德判斷是 domain specific 是context specific 是situation specific 他是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情境 而有不同的結果的 那甚至道德行為也是 我們也會發現說 在真實生活的道德行為裡面 一個人有的時候看起來 他是有高超道德的 一個人在另外一個情境 可能不是 因為那個整個情境的限制 會不一樣 所以在此狀況之下 到底要怎麼樣去判斷 一個人的道德判斷的水準 其實是有困難的 那而且在coding本身 也可能出現一些 比如說 所謂的interator reliability 是不是能夠建立interator reliability 也是會是一個考量 因為基本上故事 你去敘述的結果 就是要透過人為的在編碼 才能夠變成這個階段 去認定他的階段 那所以曾經也有一陣子 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叫做D.I.T. 這個D.I.T.是後人 因為就是對於Cover的這個 道德兩難情境的interview之後 需要去讓人為做coding 可能增加了他的錯誤率 所以他就成立了這個 所謂defining issue task 那這個defining issue task 它其實是把Cover的這個 兩難情境改成了選擇題 那因為有不同的選擇 而每一個受試者可以去勾選那個選擇 那這樣子的話呢 也可以讓一個孩子 他如果在表達自己的 這個道德判斷的時候 如果他不能夠 語言上面能夠 不能夠表達得很好 而且讓他 因而讓他的coding降低的話 那至少 他可以 用過 用這樣的答案的選擇 而避免因為他的表達能力比較差 而造成他被放到一個比較低的層次去 那我自己是有幸做過這個DIT 那個時候我是大學生 我是因為程曉偉老師的關係 我做過這個DIT test 那很有趣的是這樣 他在呈現了一個兩難情境之後 他會用一些敘述句 來說明說你贊成或是不贊成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issue或是那個issue 或是哪個issue 那請你做一個選擇 哪一個最能代表 你心裡對這個兩難情境的 考量的一個角度 好 那你會懷疑說 如果我這樣做的話 會不會因而 我會選擇一個更高層次的 判斷標準呢 更高層次的考量呢 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自己在做的時候我發現 當我在認定了這個角度 是我自己覺得我在考量的事情之後 我在看某一些其他的考量的時候 有一些我覺得我看不懂 有一些我覺得太幼稚 好就是你想說太幼稚當然有可能 就是說你覺得 他怎麼會從這個角度去考量事情 覺得很幼稚 可是那個高層次的考量 在以我那時候大學時代的那個程度 我會覺得那個說法 好抽象 好哲學 是根本我所無法理解的 可是一般來講 我們的語文能力就是 recognition 的能力 比自己 就是create的一個language的能力 是要好的 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recognize 那個說法 你贊同他 你就會去選 所以這個DIT至少有一個好處 是他不必透過coder 來轉換你的道德層次 第二 是只要你有那個 你心向往之 你就可以達到那個層次 而不必因為你的語著 你的言著 而讓你就是 我是說這個著 當你言著 而你不能夠 真的能夠把 你自己想要表達的那個 道德的判斷的水準 所表達出來 好 所以這是當初 去解決coder的 性度的問題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否認 就是他的 裡面的那些故事 到底是不是足夠廣泛 那也是後來的學者 後來想了一些辦法 去處理的 好 那以上我們講完了 從不同的角度 去對coder的理論的做一些 以及他的測量方式去做的一些批判 那我要回過頭來告訴大家的是 Cobre 以祥 又有更多的學者 用所謂 Cognitiv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去考量社會認知的發展 那這些裡面 後來也有些人 我剛剛可能也有說過 就是比如說自我概念 或者是角色取替等等 都有所謂的發展階段 那更有趣的是 有些學者 也從道德發展 道德推理的角度出發 去思考 Forgiveness 寬恕 這個概念 是不是也有一個發展階段 或者是Gratitude 感恩 是不是也有一個社會認知的發展階段 或者是Prosocial Behavior 利他行為 利他行為 是不是也有一個社會認知發展階段 那麼就是這些感恩 或者是寬恕 或者是Prosocial 助人行為等等的認知發展階段 都是跟道德有關 可是不完全是道德本身 那後續的學者都跟隨著Cobra的角度 而讓我們對人的這些善行 人的這個往善 然後justify自己的倫理的這個行為 有一些對認知上面的描述 好 那下面呢 我要做的事情 就回到真正的道德發展上面來說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因為我們談過了道德發展的階段 道德發展的過程 那我們就來談談道德發展的社會化過程 我可以介紹兩個研究者 先從家庭裡面 我們講說在家庭裡面的socialization 我們介紹兩個研究者的研究 第一個是佛洛伊德 第二個人叫做Martin Hoffman 好 那我們先看佛洛伊德 我們熟悉了這個人的研究 那我想這個只是給大家複習一下 不曉得你記不記得 當我們在談佛洛伊德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super ego 超我的形成 超我當然就跟道德有關對不對 佛洛伊德說超我的形成 其實超我最後會形成兩個概念 一個叫做ego ideal 理想的自我 另外一個叫做conscious 所謂的良心 好那佛洛伊德說了 你的super ego裡面有兩個重要的component 會隨著發展慢慢的出現 一個是所謂的conscious 一個是super ego裡面的ego ideal 理想自我 他說理想自我是怎麼發生的 是在你成長的過程中 你只要做了什麼對的事情 你得到了parental approval 或者得到了父母的獎勵 或者是父母的讚許 或者是父母的認可 那這樣的狀況底下呢 你就會慢慢的對這個ego ideal 就會清楚 理想自我是什麼樣子會出現 那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說你做錯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得到很多的punishment 你得到很多的懲罰 那你就知道說這件事情是不應該做的 那在知道什麼事是不應該做 慢慢內化之後 你就會產生 就是如果真的做了的時候 就會產生guilt 會產生罪惡感 所以呢 當這兩種東西透過父母的認可降上 或是透過父母的懲罰 慢慢的internalized 慢慢的佛洛伊德說 小孩子會有一個內化的過程 慢慢內化成自己心理的那個看法之後呢 那小孩子的這個道德感就會出現 所以這是從家庭上面來講 那Martin Huffman 呢 講的是說 他說父母其實他會用一些手段 來讓孩子學會道德 比如說你打人 比如說小孩子做錯了一件事他打人了 那爸媽一種做法 可以用power assertion 一種做法 這個我們把它翻成高壓強勁 意思就是比較用打的用罵的用限制的 或者是用那個 剝奪你的privilege 比如說 你這樣子做錯事今天晚上不准看電視 兩天不准上internet 一個禮拜不准跟同學出去玩等等 那這個都屬於在power assertion 裡面 不論是打阿嬤或是剝奪都算 還有一種叫做 love with draw 那我們把它翻成收回關愛 你要是再這樣下次再敢這樣我就不理你了 我就不喜歡你了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華人家庭都還蠻常聽過這句話 媽媽不喜歡你了爸爸不喜歡你了 因為你做了這件事情 那這種叫做收回關愛 那還有一種叫做 induction induction 這個概念非常好玩 這個 induce 的意思是導引的意思 所以在中文裡面有人把它翻成說理 可是那個induction 裡面除了說理之外 應該比說理還多一點 還有導引的意思 那你說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比如說你打人了 打了人之後 小明打了人以後 爸爸媽媽就跟小明講說 小明你不可以打人 因為打人會讓別人很痛 那而且你就是 這是不應該做的事情 好等等你就會跟他說理 好那這個是induction 但是事實上這個induction 這個導引 怎麼樣導引 那其實應該是說 小明啊你打了人了對不對 你打了小華對不對 好那你想想看 你打了小華以後 他會有什麼感覺 他會不會痛 好然後讓小明自己去想 說剛剛是不是小明被打 還是小明打人 反正總之就是爸爸媽媽媽 給那個打人的小孩 跟打人的小孩說 你想想看 對方會不會痛 對方會不會有什麼感覺 他的情緒有什麼變化 那他如果被你打了之後 他會做什麼呢 他會不會對你生氣 他會不會回過頭來打你 好那當然就是爸爸媽媽 最好的是用所謂的open-ended question 就先不要給小明答案 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自己去想像 當他做了以後 做了這件事以後 對方是什麼感覺 好那這樣的一個導引的過程 讓孩子自己去想像 給他一個方向 然後讓他自己去想像 這件事會有什麼後果的話 其實過去的研究發現是 對孩子是最好的 那其實是會增強孩子的 perspective taking 好他可以從別人的角度 別人的立場去看事情 那有的時候我們把perspective taking 翻成角色取替 就是站在別人的角色裡面 去想對方怎麼想 好那所以induction 事實上有讓小孩子的 perspective taking 比較進步的 慢慢進步的功能 所以當然可以想像 長遠來講 他比較容易 真的把那個道德感內化 然後知道要做好事 不要傷了別人 好那可是從另外的角度看 你看love withdrawal 跟power assertion 的結果 就是love withdrawal 因為爸爸媽媽說 不喜歡你了 不愛你了 不理你了 所以其實這個love withdrawal 最常造成的 就是小孩子的焦慮 好這個方法 大家說會不會內化呢 可能也是會內化 只是問題是說 這個孩子他可能 就是anxiety會比較高 好那如果是做power assertion 的話那就有很多的壞處了 第一因為你是被逼迫的 好是因為 因為我不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會得到懲罰 那所以我並沒有把那件事內化 我之所以不願意再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知道有人會懲罰我 所以呢 所以第一個後果 power assertion 的第一個後果 是他不會真的內化 fail to internalize 那第二是 當父母比如說用了打罵的教育的話 其實呢他本身 爸爸媽媽在做反應 有一個modeling 有一個observational learning 的效果 我已經觀察學習了 爸爸媽媽是這樣對我的 他會打我 那我也會打我的小孩 我也會到學校去打同學 那我就會用同樣的方法去對別人 所以高壓強制的很多手段 可能造成的是孩子學到了 綁架父母親這樣做 我也跟著這樣做 而且他不會把他內化 好 以上我們從兩個學者的研究 來說明就是socialization 第一步 如果說在家庭裡是怎麼樣 那第二個問題我們就要開始問了 除了家庭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話 那到了小孩子上學 尤其到了青少年以後 比較大以後 學校裡面可以做什麼 tomorrow的socialization 是可以幫助孩子的 那請你翻到課本上的241頁 241頁呢有幾個名詞 第一個名詞叫做隱藏的課程 叫做hidden curriculum 這是我們第一個要講的 什麼叫做hidden curriculum 既然是課程 那隱藏的課程呢意思就是說 它不是一個在學校裡面真正講說 這節課我們上道德發展 或者這節課我們上道德的意義 不是這樣的 而是學校所創造的一種道德的氛圍 會影響孩子在潛移默化之中 會慢慢地學得道德在生活中的意義 是什麼 舉個例子 學校的規定 教室裡面的規定 你能不能作弊 作弊怎麼處罰 那老師 學校的行政人員 對小孩子犯錯處罰 或者是打人 或是偷別人的東西 他們是不是既定了一套規則 那這套規則他們會不會去執行 那他們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他們是有沒有去用一些方法 一方面是的確要處罰 那另外一方面有沒有說理 好 那麼整個學校老師跟行政人員 如果對這些無道德的行刑 採取正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採取哎呀這個孩子功課很好 哎呀這個爸爸媽媽捐了學校很多錢 等等的原因 而對某些孩子有特殊待遇 甚至去蒙混他們曾經做的措施的話 你想想看會造成什麼後果 所以學校老師的以身作則 規定處理原則 以及的確切執行 然後學校老師的基本態度等等 都會影響 那當然也會 我們想說也會伴隨一些課程上面的安排 不是課程的教材 是可以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 天能在就是隱藏在一般生活當中的 當世界道德相關事件發生之後 學校的處理模式 老師的處理模式 班級的處理模式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叫做hidden curriculum 然後第二個叫做character education character這個字非常難翻 我們不能說他只是個性而已 他只是他比個性更多的是 他這個人他是不是有骨氣 應該說是骨氣教育吧 那我們不曉得我們算把它翻作骨氣教育 那怎麼樣的人就是骨氣教育 那到底要教些什麼呢 好那第一個應該是說 學校應該還是有一些moral code 這個code是行為的原則跟規則的意思 好那學校還是要把一些 跟道德有關的規則規定要談 要講出來 然後呢 而且呢 那個就是 violation with sanctions 就是等於就是處罰的意思 就是說 當你如果這個moral code被破壞的話 到底會有什麼處罰 明確地講出來 而且明確地執行 那第三個就是 critical discussion 好那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這個 pigeon curriculum 跟character education 它其實是重複 互相重複的 但是問題是說 在這邊呢 會更強調說 孩子的critical discussion 尤其是孩子們本身之間 尤其你如果記得的話 我們上次才講過 那個Cover講說 其實peer interaction 因為他們是平等的 所以孩子們之間的互相討論 可能比老師跟校長告訴你 你這樣做錯了 我要處罰你 可能就是孩子們之間的討論 或是孩子們之間 因為一個孩子做錯事 而對他的一些批判 然後老師怎麼樣去處理 怎麼樣讓同學們可以坐下來 一起好好的討論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這個孩子 最後發展出所謂的character 他的骨氣會變得很重要 好這是第二個 學校可以做的事情 怎麼樣在生活中 小小的事情 任何的兩難情境 都給孩子們機會 去考量一個人 怎麼樣是有骨氣有膽識的 然後第三個叫做value clarification 也是在這一頁 好241頁看到的 所謂的value是價值 clarification是澄清 所以他就是說 在學校裡面 其實你還要去鼓勵孩子 去澄清自己的價值是什麼 那我想在台灣 尤其在中學那六年 因為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學業壓力 所以往往是會被遺忘的一件事 就是問孩子們 你的人生意義是什麼 你生命的目標是什麼 你生命的價值在哪裡 好所以呢 所謂的value clarification 就是希望在學校裡面 老師以及學校的其他的輔導人員 能夠幫助孩子去思考說 他們為什麼要活著 他們生命的目標是什麼 他們的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那你覺得你生命中想要達成的目標 以及你要如何去工作 去培養自己去達成這個目標 那個what is worth working for 你到底你的生命要往哪個方向走 如果說你可以陪著孩子 在中學時代就開始探索這件事情 對自己的人生不只是事業上 不只是如何為生上面 而是整體作為一個人 你覺得我要做一個 比如說我要做一個好人 什麼叫做一個好人 如何做一個快樂的人 你想要快樂 那如何做一個快樂的人 那什麼事情會讓你快樂 是短暫的一些小確幸會讓你快樂 還是你可以幫助別人的快樂 是讓你更維持在心中的 家庭和諧是更維持在心中的快樂呢 那這些都可以跟孩子慢慢的去討論 然後讓他們去經營他們的人生 經營人生並不只是賺錢的人生 一技之長的人生 還有培養興趣的人生 然後人際關係的人生等等 都值得去讓孩子們自己去思考 然後去跟別人討論 那在這個過程中 一方面讓孩子們在中學時代 在青少年階段 就開始澄清自己的人生目標 到底要哪些東西 那另外一方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就是透過討論 你會去發現別人的value不完全跟你一樣 所以在這個所謂的value clarification 不只是 clarify自己的value 也去 clarify同學們的value 那不是說你要這麼關心同學的value 而是說到透過討論的時候 大家互相給回饋的時候 會讓孩子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往哪個方向走 而且當你知道別人跟你的價值觀 這麼不同 因為他跟你的成長背景不同 他可能要的就跟你不大一樣 但是當你發現說別人跟你的價值觀 是不一樣的時候 你一方面可以參考他的價值觀 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去學會尊重 這世界上的人 不是只有你一種 就是中學孩子 他們其實這個認知發展還在繼續進行 那我們已經談過孩子們的自我概念 還是有很多中二的成分 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可是如果透過這個討論 你會發現說 我的價值觀不是放出死海皆準 我的價值觀不是所有的同學 所有的朋友都要照著這個價值觀去走 我的只是其中的一種 而我學會去尊重 我也學會從別人那邊獲取一些參考 了解別人的價值觀 也有他們的意義 那這樣子的話 也培養你的同理心 也培養你去學會尊重別人 也培養你去重新refine 去重新調整自己的價值觀 好 那這是所謂的value clarification 的意義 好 那下一個我要談的 更直接或者說更具體了 就是所謂的service learning 服務學習 好 服務學習的意思 當然就是希望你對你的社區做一點貢獻 那把這樣子的一個社區貢獻的概念 放到服務 放到這個課程裡面去 所以台大現在也有所謂的服務學習課 雖然大家不免要掃掃習慣 但是現在有很多開放學習的機會 可以讓你去參加不同的活動 透過這些活動 比如說替學校服務 或者是參加一些去外面 就是助人 有助人傾向的這種不同的社團 那都可以作為這個服務學習的學分 好 那我們稍微談一下服務學習的歷史 我們先談美國的歷史 再談台灣的歷史 就台大的歷史 服務學習其實剛剛開始 在美國有這個概念是1960年代 有一個很有名的很傳奇性的 很悲劇英雄的總統叫做甘乃迪 那甘乃迪在他 就是他當時是一個非常年輕的總統 他上任以後在1961年的這個 他的inauguration 就是他的就任那一天的交接典禮上的致詞 他說了一句傳送非常久的話 那他說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就是你不要去問你的國家可以幫你做什麼事情 而是去問你可以怎麼樣為你的國家做一些事情 那在這樣的一個精神底下 他上任了不到幾個月 他就簽署了一個法案 那就開始了一個非常有名的東西 叫做和平工作團 叫做Peace Corp 那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呢 他就鼓勵美國的年輕人在滿18歲以後 可以申請加入Peace Corp 然後到世界各地去服務 尤其是開發中國家去服務 那一次服務是兩年 所以就是這些孩子他們高中畢業之後 都馬上上大學 而是到國外的地方去 然後到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去 然後在那個地方做一些服務 他不論是教書帶小朋友 或者是幫他們做一些真正的建築 都有可能 那看這個學生就是這個孩子被派去之後 就是當時的情境裡面需要他做什麼 而且他可以做什麼 他選擇做什麼 然後那就是等於是 TEAM這些國家有了一筆 就是額外的人力資源 而且是以服務為目的的人力資源去幫忙 那等於也是做文化交流 然後也是讓這些孩子呢 這些青少年呢 學會他必須對社會國家 甚至整個世界有責任心 然後有貢獻的心力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一直持續到現在都有發生 那因為台灣現在是開發國家 所以我們比較在台灣 比較沒有看到這個peace court 可是我們自己 也有我們自己的同學們 台大的同學們開始做社會服務 那台大最早的社會服務 是民國59年 1970年大概在比美國慢了不到10年的時間 1970年台大慈祐會成立 那是第一個服務性社團 那是等於是一個社會服務的標杆 那當然那時候如果我們再去講的話 他也有一些政治背景啊 社會背景等等 那我們就不多談 那我們只談台灣台大 大概是在1970年開始 那時候我想這也算是一個意識 由化學系的江九聰同學 所發起成立 那你就不要懷疑 如果你是管月的話 如果你還知道 江老師可能已經現在比較年紀比較大 可能已經退休了 但是不要懷疑 他就是台大管月教授 江九聰教授 那他那個時候是化學系的同學 那他就是在1970年代 由他發起 以及一些老師 一些現在很多在台大很有名的老師們 當時是台大的學生就一起成立了 比如說這個前副總統陳建仁 比如說台大心理系非常有名的 一個臨床心理學界的大佬 非常有名的吳欣章老師等等 那都是在慈祐會成立的那個階段 在裡面的重要的幹部 課本上給了你兩個非常好的概念 就是說服務學習 我相信因為台大學都有修這個服務學習的學分 對不對 那可是你真的對這些服務學習有感嗎 不一定真的有感對不對 尤其如果說你是被逼迫去掃吸管的走廊的地 的話你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這幹什麼 只不過就是把我當作免費勞工而已 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說我們要讓服務學習 能夠真的讓孩子們學到東西 讓青少年覺得有感 請看242頁 第一段的最後兩行 他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要讓service learning 你要讓服務學習 真的對青少年有所幫助 然後真的讓他們學到東西 學到社會責任感 學到貢獻社會的意義 然後學到很多就是自己在 在立足於社會 立足於國家 立足於世界 上的一個真正的意義的話 那請看 他說第一點 你的服務學習呢 要給這些青少年一些選擇性 他到底要參加什麼樣的活動 做什麼樣的服務 服務的性質是什麼 你要讓這個參與的人有選擇權 那當然不是完全的 就是完全大的目標 隨便讓他選 但是你還是要給他一些不同的機會 讓他有選擇的權利 好 那第二個是說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reflect about the participation 就是說當你開始參與之後 過一陣子 你要給這些青少年一些機會 讓他有自省的機會 讓他有反省的機會 讓他有思考的機會 去思考想一想 這個參與服務學習 對他的意義是什麼 要讓他自己產生出 他自己創造的意義 而不是你丟給他 你覺得這對孩子好 這讓他去做 他可以學到東西 而是你要讓他有機會 自己去想 他到底從這個經驗中獲得了什麼 或是給別人了什麼 這是兩個讓服務學習 對青少年真的有用的 需要注意的兩件事情 以上我講的是socialization的過程 一個是從家庭的角度去講 另外一個是從學校的角度去講 最後我們要再提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叫做moral identity 236言 好 identity 這個字 大家應該都很熟了對不對 我想要跟大家講 這個 identity 拉丁文的字根 其實是same-ness 的意思 這個字是同樣的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identity 是說 我覺得我一直會是一個同樣的人 到了青少年期 當我開始回首 望我自己的過去 展望未來的時候 我在找尋 我在我的人生路徑上 那個同時 就是一直存在的我 是哪一個部分 那這個叫做identity 那moral identity的意思 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 在這個我的人生過程中 我現在變成一個成人 我有足夠的認知能力之後 我要思考我未來的路上 在我的道德感上 在道德這件事情上 我要一直維持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我 好 那這個moral identity的建立呢 其實就是需要讓青少年了解的 是 這是他的identity的一個部分 就是當青少年在建立 自我認定感的時候 還有一個部分是說 我自己要有一個commitment 我們講說這個moral 就是identity 是探索與承諾 對不對 Marsha跟我們講說 就是探索與承諾 決定了我們identity的status 好 那moral identity也是一樣啊 在你探索與承諾的過程中 你決定了你要做什麼樣一個人 其實那個moral identity是很重要的 好 那接著我們就講了 這個moral identity 要有不斷的兩件事情 一直在發生 你才能夠隨時隨地知道自己的位置 一個呢 其實成人的世界是很複雜的 學校的世界稍微簡單一點 可是你也可以想像到 你從幼稚園開始上學 一直上上大學 你參加社團 你有家教 你出去打工 然後你跟同學交往等等 就是其實每天每天都會發現說 當你的人生越來越往前走的時候 你所面對的世界越來越複雜 它隨時隨地都可能有不同的兩難情境 小小的事情你可能都要做抉擇 我要這樣走還是那樣走 那一個有moral identity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會不斷的去反省 他會不斷的去monitor 去管控他自己 到底有沒有在走上一條有道德的路 以及self reflection 他有沒有自行的能力說 我這樣子做 這樣的選擇是對的嗎 我這個選擇是好的嗎 在moral裡是對的是好的嗎 好 那有一天開始覺得說 如果你做了什麼事情是moral 你不只是打破的是 所謂的道德規範 道德原則 而且你打破的是 我自己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打破了我的那個人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可能你就是因為有一個moral identity 你才會感受到說 這些事我不能做 因為這個thing 我剛把那個字擦掉了 我作為一個一直都存在的同樣的我 往我的人生路上走的時候 如果我打破了那個 我就不是我了 當你有這樣的認識的時候 你就是在做monitoring 你就是在做self reflection 在反省自己 在管控自己說 我還是想要做那個原來的那個我 我不想要改變 在moral裡我不想要改變 好 那我們發現 過去的研究發現 當一個青少年大學生好了 因為青少年可能還不測這個 到大學生開始測 當一個青少年 他在這個moral identity的sense 比較強 他覺得說 我不想要打破一些 我不要做一些moral的事情 因為那不會是我 那不就是 就不是我了 那我的sameness就不見了的時候 這些大學生 其實他去抽菸喝酒 吸大喊什麼 然後有比較危險的性行為 可能性都比較低 而且呢 他就是有很多照顧自己的行為 他的生活比較規律 不會去因為一些事情 人家說 哎呀我負責 好 就是他就會 就是好像有道德架起 覺得說 喔這件事情 我可以這樣做啊 因為也沒有人管我啊 或說這件事情 老師也不在乎啊 或是他就不會把這些 外在的環境的狀況呢 拿來暫時考慮 而有所謂的道德架起 他會隨時隨地的 都會去思考說 我作為我這個人 我就是不要做這些非道德 不道德的行為 好那這是moral identity的意義 好那說到這邊 我就想要來再講一件事情 好雖然過去的研究告訴我們說 隨著年齡的增長 moral identity的程度會比較高 但是其實並不僅然 那我現在要提的這件事情呢 是其實大家在每天的生活中 都可以看得到 尤其是一些公開的公眾人物 那真的moral identity 隨著一個人的進展 他對自己的same-ness 會比較有強烈的想法 然後不願意做一些違反道德的事情 然後願意以致維持 在這個狀況之下嗎 不盡然 我想要跟大家講的所謂的 moral degeneracy 好這個moral degeneracy的概念 道德沉淪 我要提醒大家 它不是一時一刻發生的 不是因為這個人是個好人 今天是個好人 他明天後天就是一個好人 你看多的新聞 看多的政治人物 你甚至可能用選票投了誰 但是問題是說 後來卻發現他貪污他腐敗 但並不表示他第一時間就是貪污腐敗的 也並不表示他第一時間就是這麼糟的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Moral degeneracy 是一個gradual process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過程 一旦你開始了之後 而且有的時候是在不明就裡 或者是一點小小的差距開始之後 這個過程就冰敗如山倒 就是一下子就cascade 你就沉淪了 比如說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可能你們都還太小了 當年曾經有一個部長級的人物 那他後來是被判 收人家的賄賂 他是有罪的 但是其實他原來形象很好 那麼後來就是很多的判決書裡面在講 他的過程就是說 他有一次因為一件事情 然後別人來看他 然後送了他一罐茶葉 然後後來等到這個客人走了以後 他才發現那個茶葉裡面有錢 但是因為他跟那個客人 原來就有某種關係存在 然後人家送了錢來 他覺得面子掛不住 還把東西退給人家 然後他覺得尤其在華人的人情上面 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收了那筆錢 然後他就沒有把那個茶葉罐都退回去 好 那那個茶葉罐沒有退回去之後 別人就覺得 哦 你沒有退回來 那你默認了 那他就可以對他有一些要求 那對他有一些要求 他又覺得說 好吧 那這件事情 你真的要求 我也不是真的為了那個茶葉罐 你的錢而為你做 那可是你給我要求 我又擔心說你把我這件 我沒有還 我現在越來越晚還 越難還 然後我難道要公開嗎 那傷了你 對我也沒有好處 你的面子也是個面子 我也要考慮等等 就是因為這些在這個小小的糾結之中 他沒有把他的 morality 他的 moral identity 放在最高的位置上去考量 然後一失足就是千古恨 因為這後面的糾結 就讓他走上了人生的一條不同的路 那最後他 我不曉得後來有沒有去坐牢 但是後來就是被判有罪 而且是二神還是三神都這樣子判決 那你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過 難過的原因是 形象這麼好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開始 而且最糟的是 很多形象好的人 一旦開始了之後 他就必須有一個self justification 他這個self justification 就讓他慢慢的 對自我的概念慢慢轉彎了 扭轉了一點點了 然後我們每個人 其實你不要覺得 你自己在這邊當大學生 好像很乾淨 很清新 然後很就是 潔白無瑕 然後覺得你很懂得道德 那麼其實我們在人生的路上 都有很多很多的情境 必須要做抉擇 而你如果不把道德 放在第一位置的話 慢慢慢慢 它就是一個gradual process 然後讓你慢慢慢慢的沉淪 而且第一次開始以後 就是一個foot in the door foot in the door 的反應 這個心理學裡面 有一個社會 社會心理學裡面的現象 特別把它標示出來的一個現象 叫做foot in the door 我們把它分成門內角 什麼意思叫做門內角呢 就是比如說有一個賣書的一個推銷員 這個賣書的推銷員呢 他在公司裡面一定受了這樣的教育 他只要走到門口 跟你講說 大姐大哥 我口好渴喔 你讓我進來喝一口水好不好 我覺得不會比你買書的 我只是真的在外面推銷很累 我就是剛剛好水沒有了 我需要喝一口水 他想要你開門進來 讓他喝一口水 這個時候 你買他推銷的東西的可能性 就會大大增加 因為他的教育 已經踏到你的門裡面去了 這叫做門內角效果 那在社會心理學上面看到非常多 所有的研究 所有的實驗都告訴我們說 只要有一個人可以踩進你家的門 可以踩進你的地獄 或者踩進比如說有些人跑到學校來推銷 跑到我們老師研究室來推銷 他只要能夠踩進來 賣掉東西的可能性 就會更大 好 那這個門內角現象呢 其實也是用在很多 跟道德有關的意識上面 就別人只要踏進了一步 就有可能讓你有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件事情是一個gradual process 你不要對小小的sign 有所 就是覺得無所謂 那家長在家看孩子 要小心也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看孩子的時候 要知道你跟誰在一起 你起點在什麼地方 你在做什麼 其實在這個小小的monitoring 的過程當中 你大概會有一些警覺說 孩子有沒有變了 他跟的朋友有沒有不一樣了 那他做的事情有沒有不一樣了 是不是有可能 別人再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的把它帶到一個 違反道德的領域 好 那我在這邊特別介紹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是侯文勇寫的 那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查 叫做賤賤 是侯文勇寫的一篇賽文 那他說這個賤賤呢 就是他就說他曾經有過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呢 跟他談經營理念呢 然後讓他大開眼界 可是後來發現說這個病人呢 所經營的是色情酒店 而且呢他告訴侯文勇說 他說我告訴你 我旗下的女公官 輕易設施大專程度以上 所有的人都是大專程度以上 那知識分子 願意去做陪酒行業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說 侯文勇就問他說 你怎麼能夠讓這些大專程度的學生 去走到色情行業這件事情呢 他說這個很簡單 他說我在應徵發廣告的時候呢 我是徵大專程度的女會計 一定你來應徵的時候 你一定要拿你的那個學歷證書 你才能夠來申請這個職務 而且呢我標榜的是 他是申請會計的工作 好 那侯文勇就很生氣說 你看你這個不實廣告 他說沒有沒有不是這樣的 我們的會計薪水是比別人高一些 比其他在外面找到的那個 會計工作要高一些 那所以呢是很多人來應徵的 那我們就是 的確是可以去挑選一些好的女生 當然就是姿色比較好的女生 可是呢每個小姐 一旦就是開始在interview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你做的工作是會計 雖然我們這裡有色情賠酒 但是我就是要你來做會計的 而且呢領會計的薪水 就只能做會計的工作 那這些小姐呢就是這些女生 她其實來了就覺得我是正當職業 那雖然這個酒店是有別的經營 但是這不關我的事啊 好 那麼 這樣子她慢慢的就跟那些 整個工作環境裡面的人員都熟了 好 那那個端盤子的小姐 就跟她熟了之後呢 大家都是大學畢業的 有的時候那個端盤子的小姐 就會跟這個會計說 哎呀我今天的客人多 我真的忙得不得了 我又要端盤子又要送酒 又要收盤子 實在忙不過來 你可不可以 我們交情還不錯嘛 你可不可以幫我去端一下盤子 收一下盤子就好了 好 那當她端盤子收盤子習慣 進入那個場域 看到那個裡面的狀況之後呢 這個老闆就會跟那個會計小姐說 你當會計是領兩萬 可是呢 端盤子送酒的薪水是四萬 好 那端盤子不陪客人 你也不坐下來 你只是端端盤子 也不是做什麼壞事 你要不要乾脆領四萬塊 改成端盤子的工作 改成收拾的工作 好 這樣子你只要說了幾次之後 這些女生就開始動搖了 因為她又還沒有設計色情 但是她去看了那個領域 然後她覺得端盤子什麼等等 也不是什麼壞事啊 好 那她還跟這些小孩子 就跟這些女生說 俱樂部的規定是喔 端盤子的人是不准坐下來 陪客人喝酒的 這樣子才會有區別 所以就像你當初做會計的事情 我不准你做端盤子的事 那現在是因為別的 那個女生要求你幫忙 你幫忙讓你看到那個場景 你願意當這個端盤子的 可是我告訴你 端盤子就是端盤子 不賠酒 好 那他們開頭總是不願意 但是後來呢 慢慢習慣這個工作之後呢 進去做了之後呢 就跟客人熟了 跟那些客人熟了之後 總是會打個招呼 偶爾偶爾 客人就說 哎呀 某某小姐 每次都是你在這邊服務我們 好 那你要不要來喝一杯酒呢 我請你喝一杯酒 好 那說著說著 後來就熬不過 客人一直要求 多次之後他就說 好 那就站著喝 那這個老闆就說 他只要一開始喝酒 就好辦了 因為他就站著喝酒 端盤子是四萬 可是呢 如果坐著喝 就是八萬 而且你坐著喝 還不包括客人會給的消費 好 那所以呢 你從會計到端盤子是雙倍 從端盤子到這個真的賠酒 坐下來喝 又是雙倍 而且還有客人的消費 那就會有人勸他 人都在裡面啦 沒有關係啊 你自己是清白嘛 你自己知道自己是清白就好 你只要不要被別人帶出場就好了 好 那社會上交集應酬 也是會給人家喝喝酒的啊 沒關係啊 好 他就一開始就規規咀嚼喝酒 也不隨便跟客人出場 可是呢 這一行的競爭很大 這老闆說競爭很大 那慢慢的他零八萬塊 他就嫌不夠用了 而且呢 就是慢慢的他就發現說 給客人帶出場賺的更多 做久了之後呢 他說這些啊 這些高級知識分子 是很懂道理的 剛剛開始 哭哭啼啼 如果被客人帶出場 怎麼哭哭啼啼 被客人占了便宜一陣子 過了就好了 到時候他們咬下牙 很下心呢 是更俐落 更勇敢 客人更喜歡 好 故事就講到這邊 大家可以繼續再看下去 那侯威勇就是告訴大家的 就是說 這個漸漸 慢慢的 一點一點 我們是慢慢向下成功的 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最後在我們講到Moral Development的時候 最後最後我要跟大家講到Moral Identity的時候 告訴大家 不要覺得Moral Identity跟很多發展的其他現象一樣 都是繼續往上走 繼續往一個更高層次的方向走 其實Morality Moral Degeneracy 是常常發生的 而且是在你不知不覺中 一失足 為什麼古人講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句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只是你摔一跤而已 而是你做了一個錯的決定 你的人生就會往不同的方向走去了 好 那我們的道德發展就在這邊做結束